十亿巨额遗产,一个月花光,西红柿首富你真的看懂了吗?没有钱,一切贪不到,没有钱,就算完,人若没有钱,就不算人了。 西红柿首富李的沈腾就遇到了这样的烦恼,升为球队首门员的他,输掉比赛也丢掉了工作,落魄的他突然添上掉线饼,继承了三百亿的遗产,不过继承遗产需要通过测试,一个月花光时各亿,王多瑜是生活在西红柿底层的一个小老百姓,作为一个首门员,他最大的梦想是能和强顿恒太介意场球。 首门员,守的就是足球场上的底线,当他在影拼一开始被对手教练以二十万出价买丢三个球时,他断然拒绝了,虽然喜剧效果让我们都认为是他能力不佳才丢的球,但是至少他通过了二爷王宗耀,给他的第一个考验,和好友庄强一起被球队开除。 在路上遇到人捧瓷,还被冤枉进监狱,从前而讲一颗鸟屎,到底是走恶运到极致,还是预示着他将有天大的好运。 沈腾高兴并烦恼着,又只额以差能继承,就为了怎么花光时各异而烦恼,于是电影就在沈腾想方设法怎么花光时各异的过程中,开始了不断的搞笑,也让观众见识了身为有钱人的烦恼。 一个月花光时各异,一天可就是三千万啊,想怎么花就怎么花,随便怎么花,想想都激动啊。 电影播出后,有网友表示,别再被西红尸首付片了,太假了,一个月花光时各异其实很简单,还用得着这么烦恼吗? 现实生活中要再花光这十亿,方法其实还有很多的,只要胆子足够大,就怕十亿还不够呢。 比如有网友就说西红尸首付,请王力红出演,不是三分钟一百万吗? 换算成小时就是两千万,一天的话就是一天七各异,怎么样?就怕你的钱会不够呢? 网友表示,其实花光时各异很简单,不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,而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胆量,只要胆子足够大,给我钱就能花出去。 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让你一个月花光这十个亿,你会怎么花? 欢迎脑洞打开吧,欢迎留言讨论。